持續帶您來掌握小犬颱風的最新動態 透過衛星雲圖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現在整體的結構是非常的渾顏又紮實了 在過去的幾個小時 小犬的強度還在持續的增強 而且暴風圈是持續擴大 預計還會有小幅增強的空間 好那他接下來會怎麼走呢 其實目前看起來他距離台灣還稍微有一點點距離 不過從明天開始暴風圈就會接近台灣的陸地 因此我們從颱風警報圖帶您來掌握了 小犬颱風其實從昨天深夜啊 就是宣布了發布了海上警報 也在今天早上針對花蓮、台東、屏東跟高雄四個地區 是發布了陸上颱風警報 所以位在這幾個地區的觀眾朋友一定得做好方態工作了 那我們看到小犬目前的位置呢 在俄嵐比東南東方大約410公里處 以每小時11轉的速度來做前進 他目前移動的速度其實還算是比較緩慢的 不過就在稍早這個路徑是稍微有一點變化了 從原先的西北方向朝西北西方向來行進了 那今天偏北的這個程度就會決定登陸的位置 目前根據我們的觀測 小犬的暴風圈預估在明天凌晨就會觸入 週三的深夜到週四的凌晨之間 在花蓮的風冰道恆春附近登陸 週四的凌晨估計會是暴風圈籠罩最多的時候 接下來到了週四的清晨會在高屏附近出海 登陸熱區跟颱風中心通過的區域 一定要嚴防猛烈的風勢雨勢 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到颱風登陸之後 我們要特別留意的就是我們剛剛 跟觀眾朋友提到過的東半部地區 還有南臺灣這邊的降雨將會是非常的猛烈 有機會是達到了豪雨的等級 除了豪雨以外這個風勢也千萬不可以輕忽了 從今天開始一直到明天 豪雨以南東部東南部跟恆春半島 有機會是達到了9到11級的強震風 明天開始東南部恆春半島跟澎湖 更有可能會出現12級以上的強風 問題在這幾個地區的觀眾朋友 一定要特別幫我們留意了 所以我們總結帶大家一起來看 明天也就是禮拜三 清晨的時候小犬的暴風圈就會接觸陸地 基隆 宜蘭 花東 台北東側跟恆春 風雨會逐漸的增強 高時隆屏東地區從下午開始 逐漸是會有風雨的 而且越晚風雨會越強 那其餘地區因為是受到了中央山脈的屏障 以多雲鎮鎮長風為主 這種天氣是一直持續到的 禮拜四到禮拜五的凌晨 都是相當的不穩定的 基隆 宜蘭 花東 台北東側 台南 高雄 屏東 要幫我們留意強風大雨 西部的其他地區也有強風跟雨勢 但這個風雨規模還是要看 颱風的登陸點而定了 差異性會比較大 也就是說小犬登陸點如果是越北邊的話 風雨就會越來越大 這樣的情形一直要到禮拜五之後 颱風慢速遠離 暴風圈才會脫離 風雨就會逐漸的緩和 大家還是要注意會有 間歇陣風跟大雨發生的機率了